鼎姊妹,心靈真寶今天的主题就是 主成为羔羊 启示录这卷荣耀的书卷 多次提到主就是羔羊 好宝贵为了我们 无限者不单只成为羔羊 更加被压伤,被雕刻 钉在十字架上高 因为爱,这位羔羊 牵红地牵上自己 大家都真心说出羔羊是配 继续第五章 讲到羔羊是配 但是要成就 主得着你和我 爸爸也赐给他人 受受 爸爸和他 当然包含的圣灵 因为无限,永恒 三亿的神 都会受最深的苦痛 这些是超过我们人的层面 的苦痛 我相信我永远出不透 那人爱得出不透 太厉害了 他本来就是神 永远无限的灵 永远无穷的生命 无限的美丽 的智慧和能力 单单你看看 这个大大 你我都是中中 小小世界 就是小世界 已经牵出了无限的 太厉害了 今天你收记来告诉你 在他犯之前 他被人能够发明 那些东西 不单只更看到 那大大世界 他都在望远 现在都能够 更发明那些 哇 不单是细胞 做的小小小小 小世界的奇妙 我们真是周围被 被外神的宝宝围住 绝对 好多人害怕 但是我们可以活得这么舒服 可以帮他活得这么舒服 他永远最深的 就是你和我 他成为羔羊 就启少律第五章 就说了 不单第五章 启少律是从头到尾 可以不过 都是从我们羔羊的书来 启少律是最荣耀的书 但是竟然 这么荣耀的书 高扬 哇 太忠心了 高扬是无限者的荣耀 相反我们被压伤 受这么深的刑罚 被人这么刁割 他的头 他的背脊 他的手 他的脚 他的脱脖 我觉得真的值得应该 在永恒主 永义座宝座 各位 他身上 真的一定要 这太大件事 只是若福音 说到那时刻 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那个时候 这个是绝定十二家 这个无法形容 不单是用荣耀 这个永恒的时刻 启少律 说到高扬在宝座上 是否是宝贵呢 今天 现在世界上的有权的位置 是谁在那个位置上 是不是这么谦和 这样付出了自己 大家都说真心话配喔 真心话过 神的高扬在宝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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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谷养 你配掌权 昨晚有此守在我心作王 万爱之王 万黄之王 珍贵我是你最想杯戒鸥